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疆一个面积广阔而神奇的地方 千百年来,这里的草原上一直流传着转场的古老传统 牧民们会根据季节的变化 选择前往面积更大的草地 水源更加充足的地方 四季更替从不停歇 然而,有一个地方在外来者看来 剧前的非同寻常 几十年前,生活在富运县可可托海镇的一个村子里的牧民 选择了一片神秘的土地 作为秋牧场和冬牧场 而外来者如果想前往那片区域 则需要穿越一处无人区 沿途道路崎岖难行 甚至充满危险 很多想进入的人最终无功而返 据说,那处神秘之地并不像其他牧场一般拥有宽广的草场 反而是山势陡峭直北西书的景象 那么,牧民们和他们的牛羊是如何在那里度过秋冬的呢? 更为神奇的是 在那里还存在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神奇现象 村子附近有一个湖泊 水域宽阔 就像一棵巨大的海兰宝石 镶嵌在陡峭的山峰之间 然而,就在平静的湖面之上 却看不到任何飞鸟的踪影 没看到这呗 里面还没有什么植物呀 人们一般将水草丰美 温度适宜的地方作为四季牧场 然而,那里地处高山像戈壁的过渡地带 并没有充足的牧草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大的湖泊现在毫无生机? 而当地牧民却为何要将那里作为秋冬牧场呢? 当地牧民对放牧地的选择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他们根据气候的变化呢 对地形和草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一些有经验的老牧民啊 即使在夜间行进的时候 也能够用鼻子 闻出附近草的种类和土质 在牧民们看来啊 秋牧场呢是捡羊毛等牧业活动 以及储备越冬物质的场所 而冬牧场呢则是选择既能够躲避严寒 还能够保证有水源的地方 那么,作为牧民的秋冬牧场 那片神秘地方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 前往那片区域的路途当中 又是否会出现意外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打听到 那处神秘的秋冬牧场 位于可可托海镇西南十多千米的地方 队员们从乌鲁木齐出发 驱车天王展开考察 出道可可托海 正值盛夏 沙海茫茫热浪滚滚 行进四个小时 道路越发颠簸难行 此时 固如其来的意外情况 让设置组焦急不安 我们在这边停一下吧 刹车不完用了 一路上不断地颠簸行进 最终导致汽车出现故障 向导告诉队员们 如果不能尽快摆脱困境 后果将不堪设限 前往那片神秘区域的路途 看来的确充满危险 我们就分两个车 然后先开的先去拍 所有人经过紧急商议决定 故障车就地维修 并等待救援 另一队继续前往 此次科考的目的地 历经波折 设置组终于穿过茫茫戈壁 来到了海滋口中心村 走进村落 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 整个村子竟然空无一人 寂静的村寨 荒废的房屋 破旧的门窗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村子里已无人居住 然而 院落里整齐的草剁 棚圈里新鲜的牛粪 又似乎说明人们才刚刚离去 那么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设置组向北继续展开寻找 当来到距离村子 大约四千米的地方时 眼前的景色令人感到震撼 从山顶远眺 整个湖泊宛如巨大无比的海岚宝石 映沉在其中 为了近距离观察 设置组前往湖边 你这刚打完水吗 刚打了 这个水能喝吗 可以 能喝 可以喝 那您住在这附近吗 这附近 在附近 离这多远啊 这是一两公里 一两公里 就不住在湖边 对 通过交谈设置土特之 眼前的这处湖泊叫做伊雷木湖 湖中寸草不生 几乎不见鱼虾踪影 老乡居住在 距此地两千多米的 另外一个村子 他告诉土员们 现在正值夏季 海滋口中心村的村民 都前往一座高山上了 只有到了秋季 他们才会回到村中 千百年来 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的牧民们 沿袭着四季转场 中年放牧的传承 几十年前 人们便将秋冬牧场 选择在了伊雷木湖旁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向高山区行进 三个小时后 队员们来到了当地人的夏牧场 西沟 与荒漠戈壁不同 这里峡谷幽深 林木葱裕 您好 您这是要干嘛 主要上去 要转场 我要 主要上去的 那我能跟您一起去吗 可以 在与老乡的对话中 考察组了解到 盛夏时节 西沟水草丰美 植被繁茂 温度适宜 十分适合居住与放牧 那么 他们转场的路线 和伊雷木湖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老乡告诉队员们 在别勒库都客附近 有他们祖先留下的盐化 那里便是他们曾经的秋牧场 什么样的地方 会成为牧民的秋牧场呢 在牧民的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别勒库都客 一座山体之上 几名学生正在采集样本 原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刘成 正带领他的学生 对这片盐化进行采样分析 有盐化的地方 有一个特点 它是东窝子和中窝子的地方 我们要还原当年的状态 这是一条很宽的一条河 那是他们居住点 就是有牧群 有居住区 有盐化 三要素组成了今天所说的 游牧文明的一个叫聚落遗址 专家告诉队员们 从这些颜客来看 最早的雕刻 距今已有约四千年的历史 古时 这一带水草丰美 适宜人居 但现在河流改道 水源匮乏 草场荒谷 已经不能满足 大量牧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然而 一类牧湖周边 山市陡峭 同样没有丰富的草料 湖中也毫无生机 牧民为何选择那里 作为秋牧场 设置组再次回到秋冬牧场 队员们可知 在当地语言中 一类牧便是漩涡的意思 相传 这个湖里 有很多巨大的漩涡 不管是水草 还是里面的鱼虾 都会被漩涡吸入湖底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说是有漩涡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 不太清楚 很久以前 一位牧民曾在岸边放牧 牛羊来到湖边引水 忽然间 正在引水的小牛犊 却消失不见了 村里人都说 小牛犊 就是被湖中漩涡 卷入了其中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在如此大的水体中 出现漩涡 根据走访 设置组得知 当地牧民转场的基本泄露 您看 在这个富运县 每年春季 积雪从南向北开始消融 这牧民赶着牲畜 从东牧场一路向北游牧 四月初进入春秋牧场 开始接高 初夏向二泰山下牧场转移 深秋山区降雪了 牧民将牛羊向山外驱赶 开始从北往南游牧 如此往返从不停歇 一雷木湖里暗藏漩涡 附近牛羊也不敢靠近 那么当地牧民为何还要将秋冬牧场选择在这儿呢 难道这个湖泊中还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围绕在一雷木湖的地质奥秘 也引起了一位专家的好奇 设置组决定 跟随专家一同对一雷木湖展开考察 蒋小军清河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 对阿勒泰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着多年研究 蒋小军告诉队员们 面积如此之大的水域 在整个富运县都是属于罕见的 他建议先对水质进行研究分析 找到湖中水生物较少的原因 这个水质的目测非常干净通透 我们再测一下水温 看是不是不适合水草生长 那我们再测一下这个水温 现在温度是4.9度 经过考察发现 一雷木湖水质优良 污水酸碱度在6左右 应该是一处适宜植被生长的水体 那么湖泊中鱼虾水草稀疏的原因 是否与一雷木湖里的漩涡有关呢 专家告诉队员们 在距离一雷木湖东南方 大约2700多千米的贵州省安顺市 有一座悬潭 一年四季池塘中的水 都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相关研究发现 湖水与地下暗河相连 因此形成漩涡 那么一雷木湖是否也存在 与周围湖泊相连通的通道呢 向导告诉考察组 位于一雷木湖以南 约十多千米 有一处名为可可苏里的湖泊 专家决定前往考察 微风吹过 湖边野花咬夜 生机勃勃 查阅资料后 专家否定了之前的猜测 他解释说 可可苏里原本是一处湿地 经过湖水的长期浸泡 将土壤中有利于 植被生长的元素渗透带出 因此植被茂盛 如果两处湖泊相通 水温环境不会相差如此之大 那么一雷木湖中的漩涡 又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由于一雷木湖湖泊面积大 湖水较深等等种种原因 使得寻找到湖中漩涡的 这个难度大大增加了 几番查看之后 队员们并没有直观地发现 水中漩涡 于是专家建议 如果想要解开湖中漩涡的秘密 就必须对一雷木湖的结构 以及绅士之谜 展开考察 专家决定 对一雷木湖周边山体进行考察 当考察组来到湖泊西侧 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一排近乎平行排列的小山坡 好像被某种力量扭曲了一样 此时一处黑色的岩石吸引了专家的关注 一溜一溜的黑的 就是看不出这种结晶可立的 很致命的黑线 实际上可能就是滑岗岩 受热以后 沿着一些断层摩擦面 岩石融化 融化以后又重新结晶 而且是快速的冷凝以后 就成了玻璃质了 向智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对阿勒泰地区的地质环境 有着自食余年的研究 专家解释说 这种黑色玻璃质 是地质运动过程中 断层快速破裂 产生高温 使岩石融融 很快冷却形成的 最后排生至地平 说明此处 古时就很可能发生过 剧烈的地质运动 随后 在距离一雷木湖 约40千米的地方 队员们发现了一条 不同寻常的陡峭峡 只见一处破损严重的山体 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这个裂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有一个标志城 就是一个浅入红色的 这个岩石 标志城 但是在那边 那一侧来 比它降低了有一米多 两个可以对得起来 就是说它不但这样裂开了 而且还有错动 专家判断 这里应该是一处地震断裂带的遗迹 为了证实这样的推断 考察图在复运县制中查到 在1931年8月11日 可可可托海往南 到卡拉仙格尔山一线 发生了第18.0级大地震 当时的可可托海 横地下陷 河流改道 山崩地地 当时这个是个八家镇 所以说震动非常强烈 现在可以表现出 我们就可以看说 整个山滑塌 就是整个山坡 整个往下滑了 60多米 应该形象的比较的话 就有20层楼高 大概这个滑塌南北长 是1500米 东西宽有350米 这么大一块的山坡 专家发现 一雷木湖 位于富运大地震 断裂带上的断线盆地 因而四周河水汇集 形成了湖泊 专家推测 地震发生时 巨石滚落 一雷木湖上游 有两条河流汇聚 水量颇大 流速湍急 河水经过滚石 便会形成漩涡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 考察组来到一处溪流边 如果有一块石头 比较大的滚石堵住以后 水被分流 成两股 就像两侧分 然后越过这个石头以后 它就会在石头的后面下游 就形成漩涡 一雷木湖的话 地震的话 形成一些地震滚石的时候 在水的冲击下 它把水分流以后 就会在它的后侧 就是下游方向 形成一个一个的这种漩涡 为了更仔细观察 漩涡中水流的运动轨迹 专家将一根木棍扔入水中 确实发现 木棍在溪流中打悬 最后沉入水底 专家再次解释说 一雷木湖如今水面平稳 不会再出现漩涡的风险了 那么水中无鱼虾 又是否与漩涡有关呢 专家解释说 一般河湖中 能卷走鱼虾的漩涡 通常与地下通道相连 这才形成的漩涡 一旦出现 湖中鱼虾便消失的现象 然而 一雷木湖在地震后 形成的漩涡较小 且湖底也没有与暗河相连通的通道 因此 水中无鱼虾 与漩涡并无关系 查阅相关资料后 专家告诉队员们 一雷木湖的湖水 来自冰川溶水 一路流淌下来 水中有利于 动植物生长的元素含量较低 使得湖中水草 鱼虾稀少 那么 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的湖泊 在当地牧民每年的转场中 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考察组 过大搜索范围后发信 湖边两天万起 专家解释说 湖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展入 当湖面上涨时 湖水蔓延到附近的河滩上 随着湖水退去 被淹的土壤湿润松软 周而复始 使得周围的河满滩 成为可以种植农作物的耕地良品 千百年来 人们遵循着 逐水草而居的规律 寻找到尽可能适合生存的牧场 而一类木湖的出现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还有肥沃的土地 随着种植庄稼的面积越来越大 更多的牧民 选择在湖边修屋建房 开垦农田 种植庄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专场经过此地的牧民 在湖泊周边的河滩上 劳作耕种 开垦出一片片凉田 春夏游走放牧 秋冬收获古物 割草储备定居湖边 最终形成了一个 集游牧 耕作等 多种生产活动 为一体的特色农业文化 对于一些外来者来说 一类木湖就是一个平静美丽 但是却又寸草不生的地方 而在当地牧民眼里 湖旁则是一个 非常适宜的秋冬牧场 如今在富运这片土地上 古老的转场风俗 优美的峡谷 湖泊 和奇异的地震端链带 形成了集地质文化 地域特色 民族风情 于一体的地理人文景观 成为了以观光旅游 和科学考察相结合的 大型旅游景区 让更多来到这里的人 感受到它的神奇魅力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